我們來看監獄八卦證的 不要說活人了 死人都很難穿越 但是瑞德大哥要告訴我們這位是 什麼人都擋不住他 連監獄的鐵門也攔不住他 講天丁睡天丁 天丁睡不清 因為就是了天丁二世 那麼台灣的這個包括 這個警察局的拘留所 感訓對職訓中心的拘留所 包括看守所跟監獄 沒有人能夠困得住他 他也是我們台灣到目前為止的 桃獄紀錄保持人啊 那麼總共逃了十次以上 他如果還在的話今年98歲 他的名字叫做高金正 為什麼呢 他第一次越獄就在現在的 叫做萬華分局的這個拘留所裡面 地下室的拘留所 當時被抓進去以後呢 那麼男的關一邊 女的關一邊 劉英那個地方那時候關劉英啊 那麼站邊的劉英啊 那個拘留所裡面關了三個人 他關這裡 因為拘留所的警員 對他大聲小叫 對他不客氣 你知道他做什麼事嗎 拘留所的人雖然在顧 但是會睡覺嘛 醒來的時候 他的那個他關高金正 那個已經打開了 他以為他越獄沒有 高金正把他自己的門打開 跑到那個劉英那個地方 跟三個劉英說 你們三個讓我抱著睡覺 我一個人給你們多少錢 他故意的你知道嗎 讓這個拘留所的這個 那個警員呢 因為這樣受到這個訓斥 然後後來啊 陸陸續續被抓了以後呢 那麼抓到板橋的直訓總隊 板橋直訓總隊有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分隊長叫雷公 非常的兇 你聽他名字就知道了 雷公就說 你就是傳說中的飛賊 因為他每次逃了以後 一定在牆上寫 遼天頂利世去也這樣子 然後下面寫一個 逃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他說你就是呢 好我特別盯著你 然後把我夾 腳樑手銬都靠住 我看你怎麼逃 他不僅逃了 他竟然在逃走的過程當中 還跑到雷公的辦公室 把他抽屜裡面的槍 跟三十發子彈給一起帶走 你知道嗎 他就是要讓你難看 這是意高人膽大 對 我還要到你的辦公室 我還要收走你的槍跟彈 帶走 因為你就會被處分嘛 然後他還溜了 所以他就不斷地跑 不斷地溜 不斷地跑 不斷地溜 那麼跑了以後又抓回來 那索爾的人 那麼有一次 他在萬華吃麵的時候 被一個這個刑警 認出來了以後呢 把他用這個請納書抓起來 然後抓起來以後 用一樣手銬啊 腳樑全部要靠住 他那個 那個他們的刑事組長就說啊 聽說你很會開這個腳樑手銬 你怎麼開那麼表演給我看 他說那我開你不可以罵我 不可以打我 那你要怎麼開 欸 我不給你鐵絲喔 電影都演說用鐵絲嘛 不給鐵絲 他講不用啦 你跟他打個網民就好了 泡麵 泡麵幹什麼 我們泡麵不是用那個竹筷子有沒有 泡麵吃一吃吃一吃 他突然間筷子折斷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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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那個刑事組長 跟行李嚇了一下跳 他用竹筷子稍微拉著就開了 都開啦 你知道嗎 所以呢他很會這個等於說開鎖 然後緊接而來啊 因為他被招了幾次以後呢 有一次他突然間啊 那麼剛好八二三砲戰 хотел刻金門爆發嘛 然後單打雙鑽到打只是暖氣八糟嘛 他突然間喔 那麼向上級描報 我跟金正喔 那個我做錯了 我做了那麼多壞事不對的 晚上看到國家金門 那麼多砲彈對不對 我決定那麼到金門前線去 把我改過向山的故事 跟所有的壽型人 金門的壽型人講 大家一聽這個時候 還有人敢去金門啊 他又逃了 你知道吗 你在台湾奔斗哪里没办法 就把你关掉了 外渡去 关到蓝宇去 关到蓝宇去 关了好几年喔 关了好几年以后 他都在干什么 他就带领大家一起做弊报 做比赛 军歌演唱干什么 然后呢 过了两三年 他就觉得 郭金正是个飞贼 对不对 那时候他已经逃了九次 这个飞贼真的改过向善 这个当时那个法务部 觉得这可以宣传 你知道吗 所以招待了一群记者团 特别到蓝宇干什么 所有的记者指定要采访 郭金正 高金正就在 所有的记者面前讲说 我到现在昨日的我 反如昨日死 你知道吗 我现在终于知道 做人不能这样 你知道吗 我在这边收卡下去 我希望 希望以后 就算我扶行其满 我也要留在蓝宇 不要让我离开了 这个地方太好 太美了 所以当隔天所有的报纸 头版都写个 浪子回头筋不坏 郭金这个故事 结果就在蓝宇 就在蓝宇呢 高金正迎替我靠 蓝宇都要出去 有点像我们现在外衣间 都要去工作啦 干什么 要去竞彩啦 他带头联合另外五位的 这个受刑人长 杀了两个班长 抢了两把枪 然后呢 就不见了 不见了以后 那你另外想说 他应该留在蓝宇嘛 整个蓝宇 整个蓝宇全部戒严 然后呢 从那个台湾本岛 调了三百多个警察 跟那个宪兵过来 全部全部武装 带枪全部过来 蓝宇为了这样 蓝宇不是每年都有飞鱼记吗 蓝宇为了这样子 整整封倒半年 一艘船跟住房 都不准给我出去 你知道吗 就为了抓狗金正 就抓了半天 抓了半年的时间 狗金正跟那五个人 照着在哪里 也不知道 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